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平安 很开心能够跟大家一起的敬拜赞美神 当我们敬拜的时候 神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当耶稣跟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神迹奇事发生在我们当中 阿们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同在中 我们知道谁跟我们在一起 耶稣基督跟我们在一起 圣灵跟我们在一起 当我们敬拜的时候 神的宝座在我们当中 我们有神的同在 我们在我们当中 我们就有真正的得胜 阿们 哈利路亚 那么今天晚上呢 在我还没有开始之前 让我们做一个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能够相聚在这里 主耶稣你亲自来掌权这个时候 主啊你掌权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主啊你的圣灵也借着今天你的话语 来在我们当中做建立 做造就的工作 叫今天晚上听的讲的都得到神与话语的造就 使到我们的生命能够被建立起来 使到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主啊将这个时间分别为圣 愿你在当中得一切的荣耀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 虚心的人有福了 怎么样的人有福 虚心的人有福 那么这里讲到虚心的人 他是有福气的 这个是在圣经登山宝训里面 第一个福 这个福 上帝将这个福给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 当上帝说是福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要不要福 要 我们每一个人要抓住神给我们的福 怎么样的人会有福呢 就是虚心 虚心的意思是什么呢 什么是虚心 虚心就是一个谦卑 不自满 敬畏神 投靠神的恩典 不靠自己的人 就是他里面那种对神的渴望 对神的渴慕 为什么一个人会渴慕 为什么你要渴慕吃饭 为什么你要吃饭 不知道要这么要吃饭啊 独子饿我们就要吃饭 独子饿你就要渴慕吃饭 所以呢 我们要渴慕追求神 我们 是因为我们里面有饥饿 我们里面不满足 所以我们要追求渴慕 追求神 神说我们渴慕追求他的人 我们会蒙福的 知道什么是福吗 什么是福 我说这个人很有福 为什么你说这个人很有福 这个福的意思呢 这个人就是有生命力 这个人是有生存力 这个人是蒙福的 就是说这个人有生命力 不管你将他放在什么环境 好的环境 不好的环境 恶劣的环境 舒服的环境 他都能够活得很好 这个人是有福的 他有生命力 他能够生存 不管是任何的环境 他都能够生存 这个是福 所以呢 虚心的人有福 就是说 一个对神追求 有渴慕的人 这个人有生命力的 这个人是有生存力的 阿们 要不要这个福 我们知道世界在改变 许多的苦难 许多问题 在这样的苦难 问题当中 在这一个 不平稳的时代当中 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成为当中蒙福的人 阿们 我们要成为当中有生命力 生存力的人 我们不受到任何东西的影响 我们是蒙福的 哈利路亚 我再问大家 怎么样的人是蒙福的 对了 虚心的人 对神有渴望 有追求 不满足我们现在 目前属灵的状况 我们 可目 要认识主更多 得着主更多 这种人是虚心的 阿们 上帝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上帝为什么造你造我 是不是太得空 没有东西做 造一下人来 上帝造我们的目的呢 最终的目的 就是 他要我们 与他同作王 他要我们 与他总掌权 他要我们 与他同作王 所以呢 他将这个的福气 给我们每一个人 他将这个拥有生命力 生存力的 这个的福气 给我们 使到我们能够 与他一同的同作王 使到我们有真正的生命力 就是我们的生命很积极 我们的生命充满能量 我们的生命充满着信望爱 在任何的压力当中 我们还是活得好好 使我们能够 与他一起的同作王 若是我们的 软绵绵的 我们什么都 都惧怕的那些 能够与主同作王吗 不能的 只有怎么样的人 就是那些 有生命力 有生存力的人 有上帝福气的人 这种人能够 与主同作王 我们来看 如何的蒙福 圣经讲虚心的人 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 虚心的人有福 因为什么是他们的 天国 蒙福的人得什么 这个福气就是你得着天国 我们若是虚心追求神 我们的福气就是得着这个的天国 那么天国又是什么呢 天国就是一个谁在的地方 天国有谁在 上帝 天国是一个上帝同在的地方 天国是上帝掌权的地方 天国是上帝做王的地方 所以呢 我们虚心的话 我们渴慕追求神的话 我们就得着了什么 得着神的天国 就是我们得着神跟我们同在 得着神以我们掌权 得着神 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王来掌权 若是我们生命中有神做王的话 我们还怕什么呢 若是我们的神 有神来掌权在我们的生命的话 我们一定得胜有益的 阿们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渴慕 我们就得着神的天国 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掌权 有神做王的一个地方 就是天国掌权 他做王的一个地方 在天国里面 我们有什么 有真正的丰盛 我们有真正信望爱的生命 我们有永生的生命 我们有护国的盼望 这个是在天国里面 所以呢 我们若是虚心追求神的话 我们就会得着 这一些神的同在 神的丰盛 神给我们那永生的生命 神给我那护国的盼望 所以我们就会活得开心 轻松 积极 在诗篇147第五节 我们的主伟大 最有能力 他的智慧 无法 无法测度 就是 我们的主是最大的 我们能够 得着神的国 得着神成为我们的王 得着神的同在 我们得着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来作王 是何等的有福祭 阿们 好 刚才我讲过虚心的意思就是 属灵上的贫穷 就是不满足 你要得更多 就好像你刚才我问 你们 为什么要吃 因为你饥饿 现在呢 我们要对神有那一种的渴望 因为我们灵里面饥饿 我们要从神那里得更多 那一种的贫穷 就是内在生命的缺乏 所以呢 虚心呢 是蒙福 基本的要素 凡事呢 不再靠自己 凡事 信告 天父 就是 我们不再 虚心呢 当你说你虚心的时候 你就不会再靠自己了 你不再靠自己的能力 你乃是 完全的信告 这位阿爸天父 因为只有他能够满足我灵里面的空虚 只有他能够供应我的需要 阿们 所以很重要的 这个讲到 属灵上的贫穷 就是我们感觉 我们属灵上的贫穷缺乏 我们才会去追求神 属灵上的贫穷是包括些什么呢 承认我们自己的力量 是有限的 我每个人力量很有限的 你不要以为我们很厉害 OK 我们力量有限 谁才是我们力量的源头 主耶稣 主耶稣 我们的天父 才是我们力量的源头 很多东西 我们不能够做 因为我们不懂 我们也不会 我们力量很有限 今天我们的天父告诉我们说 祂是我们力量的源头 在马太福音19章26 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这是不能 但是在神怎么样 凡事都能 很多时候我们力量很有限 我们不能够做那一个 我们不能够做这一个 我们所做的东西很有限 但是今天 我们所相信的神 祂就是我们力量的源头 所以呢 我们要来可慕 我们要得着力量的话 我们要来可慕 可慕祂的同在 有祂的同在 我们就有真正的力量 阿们 菲利比书四章十三 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 靠谁 靠我们的天父 加给我们力量 我们凡事都能做 靠我们自己 很多都不能做 但是靠我们 加给我力量的神 我凡事都能 哈利路亚 以赛亚书四章二十九三十一 疲乏的 他给我们 能力 软弱 他给我们 力量 少年人要疲乏困倦 强壮的 也必全然跌倒 但那等候油华 必怎么样 必重新得力 困倦强 他们如鹰斩至上腾 崩堡不困倦 行走不疲乏 所以我们人很有限 走多一点 就没有力了 OK 所以我们 我们需要这位赐力量的天父 他才是我们力量的源头 所以呢我们 很重要 我们要来追求 得着 从神以来得着 这个的力量 我们要虚心 就是我们要渴慕 渴慕神 给我们力量 我们承认我们力量有限 我们要追求 渴望神给我们 这个力量 使到我们能够做更大 更好的事 阿们 另外一个呢 我们要知道的就是 承认自己的知识 非常的有限 我们的阿爸天父是怎么样的 是一个无所不知的神 所以呢我们要承认 我们的知识有限 虽然是你读了很高很高 那很高的学位 你懂得很多 但是跟神来比 可以比吗 不能 我们的知识很有限 OK 我们要得知识 我们去学校得知识 但是很多的知识 虽然是在学校读来 从你课本读来 但是有很多的知识 我们还是不懂的 所以呢我们需要怎么样 我们需要 来到神的面前 来渴慕神 祂是一个无所不知的神 我们知道的很有限 我们懂的很有限 我们要追求 那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的神 在诗篇139 一到第六节 这里告诉我们 耶和华 你已经见着我 认识我 我坐下我起来 我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躺卧 你都细差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 耶和华我石头上的话 你将有一句不知道 你在我前后 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这样的知识奇妙 是我不能测 自高 是我不能急的 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 祂是无所不知的神 很多时候 我们 我们需要 知识是我们需要来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生活要有技能 我们需要懂得很多的知识 OK 我们面对每一种的挑战 我们也需要这个的知识 若是我们面对困难 面对挑战 在做每一件事情 没有知识的话 我们就不能够成功 我们也不会 但是今天 我们要真正的 有一个属灵上的贫穷 承认我知识 是不足 上帝你是吃知识的神 我要来渴慕追求你 你知道一切 你也知道我想什么 我走路 我睡觉 我坐着 我站着 你都晓得 所以呢 我们有一位这么有能力的神 知道万事的神 所以呢 我们要来真正的渴慕追求祂 这个是虚心的追求 Amen 在真元24 第五 智慧人 大有能力 有知识的人会怎么样 力上 加力 OK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承认我们力量有限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承认我们的知识有限 很多东西我们以为我们懂 其实很多我们都还不懂 所以呢 上帝今天告诉你跟我 祂是全能全知的神 我们要对祂有一个可慕的心 当我们可慕 神就与我们同在 因为天国是属于我们的 有天国与我们在一起 祂的同在就与我们在一起 有神的同在 我们就能够得胜 而且得胜有缘 哈利路亚 好 我们继续的来看 这个属灵的贫穷 也包括什么呢 我们自己本身 要承认我们的知识 是有限的 知识 跟知识是不一样的 OK 知识重要 智慧更加的重要 智慧是使你能够正确 应用你所掌握的知识 明白吗 你有知识怎么样的用刀 OK 你有知识怎么样用刀 但是这把刀你要有智慧来用 如果是你没有智慧的话 这把刀就会杀人 就会伤人 OK 所以呢 知识 跟智慧是不一样 智慧 是使你能够正确 引用你的知识 哈利路亚 所以呢 我们的智慧是很有限的 我们不要夸自己的智慧 我们就会敬畏药 我们就会谦卑向神求智慧 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 你们中间若有切少智慧的 要怎样做 要怎样做 要求 求那厚赐于众人 也不彻彻人的神 主必赐给你 智慧是非常的重要 你看所罗门王 他要做王的时候 上帝问他 你要什么 我给你 他说什么都不要 他要什么 他要智慧 他钱不要 王精他也不要 他说我只要智慧 在那个时候的所罗门王 他知道智慧才是真正使他富有的 阿们 所以呢 我们 我们要智慧的话 神告诉我们 我们要向他求智慧 圣经有讲到 这些法利赛人将这个犯奸淫的这个女人带到她的面前 要告这个女人的时候 主耶稣用怎样的方式来帮助 使到这个女人能够不受这些法利赛人来控告 主耶稣用什么 主耶稣用什么 智慧 所以在这里呢 我要讲一个的故事给大家听 让大家更加的清楚什么是智慧 什么是知识 那么这里呢 有一个的教授 跟一个的农民 在火车上 他们在火车上要去一个地方 他们就面对面这样做 这个的教授 他有什么 知识 教授吗 他读很多书 他有知识 那么他就看到这个农民 他说哦 这个农民啊 耕种的知识没有我这样多 所以他就挑战 这个的农民 他就跟这个农民说 好 我出题 我们来考一考 那么我出题的话 若你不会答我的问题的话 你给我五块 他说 若你出题 我不会答的话 我给你五百 要不要比 要哦 所以这个教授 就出题了 这个农民说 哇 假如我讲的 他不会 他给我五百 我不会 我只给他五块 可以可以 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教授 就问他 月亮离地球有多远 这个农民看着他 因为他都不懂 他是农民嘛 所以这个农民 不会答 然后他又给教授道钱 不是 农民不会答 他又给教授道钱 五块 五块 OK 教授做题目 农民不会答 给五块 他考他的知识 他知道他没有知识 所以他不回答 他给他五块 OK 现在就到什么 农民出题了 农民出题 这个教授 不回答 要给多少 五百 OK 看你们会不会答 那么这个的农民就出题了 他说 上山三个脚 下山四个脚 什么来的 这个教授听了之后 我读这样多书 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来的 上山三个脚 下山四个脚 后来 他不会答 他问他是什么动物来的 这个教授说 我不会答 他要给农民多少 五百 哇 农民拿到五百 那么这个教授就说 你拿到五百 他就怎么样 他就问 我不会答 现在你告诉我 是什么答案来的 是什么动物 那个农民说 我也不会啊 所以呢 这个农民要给他多少 五块 谁比较有智慧 谁比较有智慧 农民比较有智慧 谁有 谁有知识 教授有知识 农民有 智慧 所以呢 从这里我要看到 我要分 让大家分别 什么是知识 什么是智慧 所以呢 我们若是缺少智慧的 我们要向神求 智慧 这个是最有价值的 哈利路亚 OK 所以呢 神要我们有智慧来处理我们每一天的问题 若是我们觉得我们很骄傲 我们什么都懂 我们就不会来到神的面前谦卑向神求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虚心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很有限的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很厉害 所以呢 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求智慧 神会不会给你 会 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就会赐给你跟我 阿们 我们的神是最有智慧的神 努力的向神求 阿们 哈利路亚 在以赴所书一章十七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知慧和取失的灵 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神会给我们 知慧 使我们真正的来认识他 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来处理 神要我们所处理的 但一里第二二十三 我列主的神 我感谢你赞美你 因为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 应准我所求的 把王的事给我们子明 但一里 他能够生命中荣耀神的名 是因为他有什么 他有智慧 但一里在这个 巴比伦这些国家里面 为王解梦 是因为他有那神赐给他的智慧 我们的神是赐智慧的神 我们要真正的来到他的面前 向他来祈求 另外一个 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 我们的生命是很有限的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的肉体只不过是暂时在这个地上而已 我们要努力的什么 追求永恒 OK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 我们能够长生不老 也能够长生不死 能吗 不能 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生命非常的有限 我要渴慕 我要悉心的来追求你 我要悉心的努力追求你永恒的事 我不要一直忙碌地上的事情 一事住行 每一天忙 忙到 忙到计较 做到鬼叫 鬼叫做到计较 忙不停 追求地上的 努力的 今天神告诉你 我们的生命非常的短暂 我们的生命一刹那 讲过年现在又要过年了 刚才有报告说 圣诞节又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时间非常的短暂 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上非常的短暂 我们必须要许心 就是要渴慕 来追求神 更加的追求那永恒的 追求祂国度的东西 更加的来认识祂 更加的花更多的时间来服侍祂 将永恒建立在神的国度里面 哈利路亚 那永恒的才是最有价值的 阿们 那暂时的都会过去 只有那永恒的 会真正的带来 最有价值 哈利路亚 所以呢我们要 在诗篇九十地十 我们一生的年日七十岁 强壮可到八十 但其中所经过不过是什么 牢固酷愁烦 转眼成功 如飞而去 OK 所以我们的生命非常的短暂 神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要顾念所见的 因为顾念所 来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 暂时 所不见的是 永远的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承认我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 努力的追求 那有价值的 不要呢你去到上帝那里 两手空空 地上你有很多 用不完 到上帝那里 两手空空 那个已经太迟了 所以呢我们要承认 我们的生命的 有限我们就会努力的追求 我们就努力来追求神 认识神 让我们能够活得有真正的价值 阿们 好 悉心的人是绝对顺服神的话语 他是绝对顺服的 因为他要更加认识神 他要渴慕神 他要追求神 所以呢神讲的话 他要绝对的听 绝对的顺服 若是我们想追求神 想渴慕 得到从神来得更多的话 我们又不顺服神的话 我们又不听神的话 你怎么样能够得着呢 所以呢我们 虚心的话 我们要虚心的话 很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 绝对顺服 跟你旁边说 绝对顺服 绝对顺服 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 以教训 度着 使人归正 教导人 学义都是有益的 教属神的人 得以完全 预备 以备行各样的 善事 所以呢我们要绝对 顺服他的话 他的话 是来教导我们 读着我们 教导 使我们能够归正 使我们能够学艺 所以呢神的话 每一句所讲的 都在建立我们 都在造就我们 使得我们懂得怎么样的活 使得我们懂得怎么样的活得有价值 所以我们要绝对的顺服 你才能够 被造就 阿们 马太福音2435 天跟地都要废弃 什么不废弃呢 谁的话 所以你要绝对的 绝对的什么 对了 绝对的顺服 使我们 得引导 得自由 明白 主的计划 跟心意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则 所以呢我们要 渴慕 来追求 神的话语 好我们再来看 虚心的人除了要绝对顺服神的话 虚心的人也要明白些什么呢 天父是供应我们一切的神 天父是供应我们一切的神 虽然是你爸爸做工供应你的一切 但是有一些东西你爸爸供应不了给你 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认定相信天父你是我一切的供应 阿们 神供应我们灵魂体的需要 可能你的父母供应你在身体上的需要而已 但是我们的天父是供应我们灵魂体的需要 OK 所以呢我们要真正的认定 我们得存活 都是因着天父的恩典 不是因着我们多么的厉害 OK 不是因为我们多么的有学问 不是因为我多么的有钱 乃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呢一个虚心的人 你一定要明白 天父是我们一切的供应 那么呢我们才会来真正的依靠他 顺服他 追求他 渴慕他 阿们 马太平第六章二十六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 也不种也不收 也不继续在仓里 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 上帝看顾天上的飞鸟 他会不会看顾你 会吗 会 在你里面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念 他是我一切供应的源头 我的需要大大小小都是来自他 超越过任何一个人所能够给我的 所以呢我就有一个虚心 要来更加的来追求认识他 我们要爱我们的天父 超越过爱 这个的祝福 因为我们得货财的能力 是谁给的 是上帝给的 我们得货财 我们得货财这个的能力 我们能够去做工 我们能够去赚钱 我们能够得到这一切 都是印着神给我们 若不是神的话 我们什么都得不到 哈利路亚 虚心人的榜样 我们来看 一切都是 天父的恩典 哥林多前书 第四章 第七节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若是领受的 为何自夸 仿佛不是领受的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 我们所领受的一切 你不要自夸 不要说我的能力 是我本事 是我聪明 是我有这个能力 来得着这一切 能够拥有这一切 今天神告诉我们说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所领受的 不要自夸 因为我们的一切 都是来自他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第十节 然而我今日成为何等的人 是蒙神的什么 恩 就是蒙神的恩典 是因为神的恩典 才能够做成的 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 不是突然的 我比众圣徒各位劳苦 这缘不是我 乃是神的恩 看到没有 神的恩典 与我们同在 在这里呢 保罗 他 在他服侍的 这个日子当中 他 谦卑的 来依靠神 他谦卑在神的面前 以主同作王 完成神在他生命中的使命 保罗在提摩大书四章七到第八节 那里有告诉我们什么 他说那没有的仗 我已经打了 当跑的路我也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也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停留 保罗在圣经里面 他是一个上帝很大使用的人 上帝很恩告保罗的生命 他的生命祝福了很多很多的人 而且神也用保罗写了很多的书信 来造就很多的信徒跟教会 保罗在这里呢 他告诉我们 他所拥有的一切 他所成就的一切 都是来自天父的 恩典 阿们 今天你跟我 能够活得好 今天你跟我 能够做成 主要我们所做成的 都是因着上帝的 恩典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虚心 不要以为这一切是我得着的 我本事 乃是要将荣耀归回给这个赐恩典的神 阿们 哈利路亚 如果是我们信我们的信念有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虚心来到神的面前 不然的话 我们永远不会谦卑来到神的面前 来向神来感谢我们这位爱我们的主 还有呢 一个虚心人的特征是什么 告诉我一个虚心的人的特征是什么 这个人虚心 他的特征是什么呢 谦卑是他的个性 但是他活出来的是什么呢 很重要的弟兄姐妹 这个人是凡事 感恩的 他虚心的特征就是这个人凡事感恩的 好的不好的他都感恩的 好的不好的他都感谢主的 今天你有没有感谢主 有好的事情你就感谢赞美主 有好的事情 上帝你去了哪里 所以呢我们 我们要凡事来到神的面前 要感恩 为什么呢 以赛亚书558到第9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 天怎么样的高过地 照样我们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一切事情的发生 若是神应许的 我们都要感谢耶稣 为什么 因为 上帝的意念 不同我们的意念 他的道路 不同我们的道路 他的想法 跟我们的想法 是完全的不一样 上帝呢 他自己的心意是什么呢 是要祝福我们 虽然事情不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若是他的应许 他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祝福你 今天你在事业上很成功 突然间 你要感谢主吗 真的吗 感谢得出来吗 你在工作的时候 突然间你很高兴 突然被裁员 没有工作做 回家吃老米 你会感谢主吗 所以呢 我们知道 为什么神应许 让这些事情 发生在我的家 在我的身上 在我的家庭 我们知道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主的人 得益处 所以呢 我们要凡事的来 感谢耶稣 有一个见证是这样的 有一个生育人 他在年尾的时候 生育人要做什么 收账 对不对 他出去收账 这个人平常 每一天好事不好事都感谢主的 好事他也感谢主 不好事他也感谢主 所以人人叫他感谢主 那么他出去 要新年的他出去收账 他收账的时候呢 就遇到了什么 遇到了强盗 抢走他的钱 回来的时候 他们就要看他的反应 到底他会怎么样 他说感谢耶稣 他们就问他 钱抢走了 钱不见了 你还感谢主 他说感谢主 你知道我为什么感谢主吗 我去收钱 一些比那些比较小数目 我收到 但是有个很大的数目 我没有收到 因为那个人说 他说你明天才来 我一杯来给你 今天你先回去 那个数目是非常大的数目 所以呢 他说我感谢主 因为强盗所拿的 只是那个小小的 那个真正的大的 他没有抢到 所以他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阿们 他说我还要感谢主 我虽然被奖 我的身体完全没有伤到 好好完完整整的回到家 阿们 所以呢 我们知道 我们无论遇到任何的事情 我们都要向我们的神 献上我们的感恩 因为我们知道 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 不会害他的儿女的 你们做父母 你们有没有想要害你的儿女 让你的儿女失败 有没有 这样的父母 我要建议一下 每一个父母都希望 他的儿女比他成功 对不对 做比他好 不会做比他差 所以呢 每一个父母的心 都是对孩子好的 同样的我们的阿爸天父 他也是对我们 他的心意是非常的好 他应许一些的挫着 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 为的是要使到我们 更加的坚强 使到我们不会走错路 所以我们要来感谢主 阿们 今天你的孩子做错事 你的腾鞭打他 你是要建立他 还是要打死他 要怎么样 你要建立他 接着你这样教训他 他能够知错以后不要再犯了 直到他能够走对路 对不对 同样的我们的阿爸天父也是一样 一个虚心的人的特征 就是会凡事献上感恩 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 凡事感谢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对我们的旨意 他是将一些好处 留给我们的神 就像你做父母 凡事好的都留给你的孩子 你是鸡头跟鸡脚 鸡腿就留给他们 对不对 同样的我们的阿爸天父 将很多的鸡脚要留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享用 所以我们要凡事的感恩 阿们 虚心的人的祷告 会求主怜悯我们 不是吩咐他做事 我们行求 我们迁徙人的祷告 是行求明白他的心意 真元二十五第二 将是隐藏乃神的荣耀 将是查经乃君王的荣耀 所以一个迁徙的人的祷告 他不会吩咐神做事的 他会怎么样 他会求主怜悯 他会按着神的心意 谦卑来寻求神的带领 谦卑来寻求神的引导 他不会来吩咐神做事 很多都在吩咐神做事 怎样吩咐 上帝啊你听着 我现在有这个工程 你一定要帮助我 我已经 这个对我很重要 你不帮我的话 我就怎么样怎么样 你是求神怜悯你 还是吩咐神做事 你吩咐神在做事 好将神听你 你计划安排好好 神你为我成就 这种是骄傲人的 祷告 就是 要神造你的意思 不是你造神的意思 你把神当的是狗 上帝是god 你把上帝调回来 把他变成dog 这个是骄傲人的祷告 叫神听你 不是你听神 神就是神 你就是你 你做回你自己 不要去代替神 骄傲的人就会代替神 谦卑虚心的人 就会好好做人 让神做神 阿们 虚心人的信念是什么呢 我们一定要有一种 对的信念 我很需要天赋 我的成功是天赋的厉害 在耶安福音第15章第5节 我是葡萄树 你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借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念 在我们里头 天赋 我很需要你 我一切的成就 我一切的 我一切所拥有的 我的成功 就是天赋厉害 不是我厉害 所以呢我们才能够常常的我们连接于神 只有我们能够连接于神 因为我们需要他好像树跟树枝一样 这一种的需要 我们有这样的需要的话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结果 我们才能够成功 今天若是你骄傲 你说我不需要你 天赋是我厉害的话 你只只就离开这个树神的话 你将会变成被丢在火炉里面烧的那只财 你不能够做什么 所以今天 我们不要夸耀我们自己 是何等的有能力 我们乃是要夸耀这位爱我们的神 我们一切的需求 成功都在于他 阿们 所以呢我们有任何的东西 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 来渴慕 来虚心追求认识他 来向他祷告 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得着神的国 因为虚心的人的祝福是什么 神的国度 我们就经历神的同在 神的大能 我们就经历神给我们那护活的盼望 阿们 虚心的人会将荣耀归给天父 隐藏自己 不会高举自己的 他做了一切的事情 他会将自己隐藏起来 不会夸耀我多么的厉害 哈利路亚 我多么没有我 你什么都不能 有一些我看到 一些做父母的跟孩子说 你现在很得意啊 你知道你没有我 你什么都不是 他们又知道这一切 神给他的健康身体 神给他的财富都是神的恩典 阿们 所以一个虚心的人 不单单会感谢耶稣 他也会常常将荣耀归给天父 隐藏自己 不高举自己 在愿分三章三十节 他必信旺 我必衰退 雅各书四章第六 但他赐更多的恩典 所以经上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施恩给谦卑的人 哈利路亚 今天你要得着神的国吗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要真正的 你的生命让神来掌权吗 你要经历神的同在吗 我们要经历神的信实吗 我们要虚心的来追求神 我们要可恶 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 我们不要满足 我们不要满足我们现在的情况 我心很好了 我已经很搬奈了 我又会祷告 我又会敬拜 我又带领多少人信耶稣 我又会讲议员 我又能够为人祷告 你不要满足于现在的状况 虽然你已经有了 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对神要有那种的虚心 追求祂 我们越追求祂 神说祂的国就是我们的 祂的同在 祂的能力 祂的盼望就在我们里面 我们这一生 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很需要神的那种的能力 权柄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今天神告诉你跟我 只要你虚心追求认识祂 认定祂 将荣耀归回给祂 凡是向祂感恩 神就能够 以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Amen 让我们站起来 让我们站起来 仰望耶稣这个时候 Hallelujah 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谦卑 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 来认定我们 爱我们的这位主 祂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有 无所不知的神 我们的生命 有许多的缺乏 今天神告诉我们说 只要你能够 在神的面前 来向神 有一颗可慕追求的心 神今天要来 真正的来满足你 神今天祂的国 要在你的生命中 来彰显 Hallelujah 仰望耶稣 这是我们 与神回应的时候 主的话 已经讲出来了 今天神要透过祂的话 来建立我们的生命 求神圣灵光照 让我们看到 我们的生命的状况 使到我们能够 对神有积极的回应 让我们对神 有积极的回应 说主啊 我需要你 Hallelujah 我要大家在神的面前 当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 你自己跟神说话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时刻 你对神的回应是什么 就会影响你前面所走的路 你对神的回应 你的选择是什么 来决定 神在你的生命中 到怎么样的地步 Hallelujah 是的主 Hallelujah 天父的荣耀 仰望耶稣 让主耶稣 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你作为 祢